1、2、3月,对不对 所以呢,这边的话就是should.com要减1 为什么?减1就是把那个第一季那个扣掉嘛 因为我们第一季不用累加 只有1、2、3月要累加 那上礼拜还有同学是,诶,奇怪 减1之后还是错,为什么? 因为本来应该有四个工作表 可是好像同学自己自己加了一个 加了一个那个,你就要变成减2了 这个部分你要自己斟酌 然后跑回圈看第几个 因为should它后面可以给数字 那也就是说呢 如果你从1到should.com减1的话 因为增加一个变成四个嘛 那四个减1三个,就是1到3 也就是1、2、3月嘛 那1、2、3月的话呢 我们就是点它,然后在A2的主要点一下 然后呢,Ctrl Shift向右 Ctrl Shift加end就是把范围选取复制 再切到第一季 再怎么样呢 Offset 这个也是重点,有没有 你可以把它向下移 向下移一列的话就是什么 移一列 0蓝 然后呢,点slate 然后再把它贴上 这样的话才才可以让它移动下去 不然的话 它会贴在不应该贴的位置 等等 这我想这个是之前上个礼拜讲到的 那这里有几个重点就是说 第一个你跑回圈之前 你必须要录一次 也就是先做一个月的 那如果说你有三个月只要做录制一个月 你不要一直录 因为回圈的话 主要是因为重复的工作 所以一个月 三个月只要录一次 12个月也是录一次 然后再跑回圈就可以了 OK 然后一些我想这些重点都还蛮重要 那将来你们就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来做 那再来这边是如果有第一季的话 可以删掉 如果有一些alert dialog的话 可以把它什么 force force的话就不要跳出来 因为你要删除某一个工作表 它会跳出一个叫alert alert就是一个一个什么 一个讯息对话方块 那如果你不显示的话 可以把它改成force 然后其他的话 这边是 如果我不是删除而是清除的话 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做 清楚的部分 这个部分也是上个礼拜讲过的 然后如果要再让他向下一列的话 可以用这种方式 offset方式来做 那另外呢 用那个什么 用查询 就是用SS资料库的话 那我们可以用什么 用查回来的方式 那只是说你一到三月必须怎么样 汇出 就是说呢 先开一个SS 然后把一二三月都汇进去 然后再把它从那个SS抓回来 那这个部分的话 比较是属于如果你有共用 很多人共用 那你可以大家一起汇到那边去就好了 然后大家再把它怎么样 就是如果要抓的话 我可以从SS资料库抓回来 共用的时候 另外资料量大的时候 也比较适合用资料库 那用法 基本上 框起来部分就是 我从范本里面改过的 框起来就可以 那这地方就是修改几个地方了 那其他都差不多 所以各位大概再把它重点复习一下 OK有这几个部分 那如果说你的程式嘛 假设做不出来没关系 我这边有完成的画面 你只要把它复制贴上就可以了 但是尽量自己可以做得出来 尽量可以做得出来 或者是说在我的商业